Hello 大家好 吉小如意 那么今天来看了个风水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风水宝地吧 看到这个就是 家的那个阳台 那阳台我们看出去后 我们看出去 是非常宽阔 非常漂亮 非常宽阔 非常漂亮啊 看得到吗 对了 这样非常好 跟说这个阳台其实是整个整栋这个有腻的像 那么依照这个家 这个位置是家的靠山 这个是家的靠山 家的靠山 那么靠山先说给这个靠山一个非常好的分数就是 因为这些屋子啊 这屋子是不会被拆的 它会长期都在这里 而且客厅的位置 就在我们看出去这样朝进来 朝进来 所以朝进来后 这边是广方电视的地方 那因为电视的位置可以纳得到这个远处的望气 这边是它的极位 所以为什么因为风是从这边吹进来的 这个气是最理想的 因为它没有东西遮挡 所以这个气 它望气就这样进入了它的极架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格局方面 格局方面要做一些调整 加强 原因是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叫做 这个位置就是西北方 前挂 前挂 那前挂看到天 在一经里的六十四挂 前挂代表了天 所以看得到天在这边 求愿啊 拜天公啊 是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前挂同时五行里面也代表了金 金的后面我们看到了有水 看到水 所以金水是香生 当然香生都说好 那可是这个生是从屋子的靠山的金 卸出去给这些水 所以在我们的格局里 它的阳台方面 我们千万不要放花槽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多一些金属的东西 那金属的东西 可以用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来代表 千万不要以为 是要买一个铜啊 金的东西来放住 那也不一定 好 我们可以用形状代表 我们可以用颜色代表 如果说一定要种花盆 那这个盆 应该用圆形白色来代表 从客厅进来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位置 也就看到现在最流行最普遍 就是有这个窗口 可以进入这个房间 这就是最普遍也就形成了回风伤 所以尽量的不要这个房间 给任何人睡在里面 如果说这个房间 要做书房 用来说客房啊 用来说人家坐在这边聊天啊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长期是有主人啊 还是孩子在这旁边睡觉 那就不要 不然它形成一个回风伤 那为什么叫回风伤呢 你站在这边不要动啊 你看 我从这边回来了 我又从这个路口回去了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回风伤 这个宇宙是有一个规律的 凡是什么东西都在什么东西 这个规律就是太阳系统 我们的星球在太阳系统是走一个方向 如果有一个地球或一个星球 它逆着走 那这个宇宙就爆炸 所以回风伤的力千万不要小看 它相当大 那人每次会跟气对冲的时候 这就让自己的运气啊 稍微会健康方面都不好 运气会出现问题 口舌之类的都会 就是最靠近的屋子 我们看的到 它这个斑刀剎 它这个斑刀剎 对于那边里的那个房间 它的杀伤力就比较大 它最一致线 一条线 斑刀剎 在这个客厅还是一个小问题 但这个容易化解 我们就将在它的那个阳台上 阳台上的这个位置 可以安放一个队梯 但如果说你要纳财 又要吐劲 那你要想清楚 所以格局风水绝对不要因为 有一个这种煞 你就放一个吐劲 那可能这个吐劲会把脑的气 也同时化解掉 那就太要费 毕竟这种口舌的问题 都是家内的事 大家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沟通良好 那就没有问题